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黄家迷测》 我是依凡 最近 蓝场的动作确实有点多 新系统发布了多久 就带了两款新手机 其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 Weibo S12 Pro 设计和影像一直都是Weibo S系列的强项 这次 S12 Pro不仅在质量方面所提升 还搭载了天际1200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体验升级 那么它的体验究竟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Weibo S12 Pro这次采用的是前后双曲面机身设计 也是S系列的首次 机身厚度7.36毫米 重171克 再加上收腰的中框 让整个机身的手感显得更加鲜薄 摄像头模组采用了磨砂金属的设计 再搭配上金色 乍一看 有点文艺复兴的感觉 当然了 这款暖金配色的S12 Pro并没有那么简单 还记得上一代的光质变色吗 这次S12 Pro的光质变色2.0 在有紫外线的阳光下就会变成蓝绿色 也正因为是冷暖色调的变换 所以显得更加神奇了 满分5分的话 你会为S12 Pro打几分呢 而且这次采用了全新的变色材料 在普通光线下也会粉射出轻微的蓝绿光芒 不会让后壳的金色看起来太过单调 正面是一块6.56英寸的AMOLED屏幕 分辨率2376x1080 支持90Hz刷新率 双去面的弧度适中 既能带来很好的手感 屏幕边缘的显示也不会有偏色 在影像方面 Vivo S12 Pro后置采用了1.08亿像素的主摄 8亿像素的超广角 以及一颗微距镜头 而在前置镜头上 依然是S系列独特的双摄系统 其中主摄采用了5000万像素的三星JNV传感器 支持四合一像素技术 能够增加一定的进光量 当然了 前置的柔光灯也有提升 支持了冷暖色温的调节 让人像拍摄也可以自定义冷暖氛围 那么实际表现如何呢 我们用样张说话 可以看到S12 Pro的每颜模式要比一般的模皮更有质感 而且人脸的细节非常清晰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觉得哪个更好看呢 本来我自己更喜欢S12 Pro的自然模式 看起来很素 但是成片很高 基本上随手来一张就是能发朋友圈的级别 在晚上 因为补光灯的存在 就算是非常暗的环境下 也能拍出明亮清晰的人像 我也切换了不同色温的补光灯 可以看到还是有内味的 而且S12 Pro这次也新增了几个人像风格 比如动感模糊风格 可以把背景变成运动模糊效果 即便人再多 你也是焦点 还有网红落日灯风格 配合前置的柔光灯 可以在纯色背景下 拍出落日灯的效果 非常个性 除了人像这些拍照之外 人像视频也是S12 Pro的主打 前置支持4K HDR视频的拍摄 并且加入了更多的微电影模板 可以更快地拍出个人小短片 Vivo S12 Pro还支持提词器功能 台词内容会直接显示在取景框内 当然也可以调节字体大小和滚动速度 本方虽然没有在手机上录过说辞的Vlog 但感觉还是挺实用的 尤其对于镜头敏感的新人 有了这个提词器就不会紧张到忘词了 S12 Pro的后置表现也同样非常清晰 色彩风格上偏鲜艳 开启高像素模式后 解析力有所提高 细节会变得更加丰富 而相比1.08亿像素的主摄 这颗超广就只有焦段上的优势了 夜景拍摄下 对噪点的控制很好 不用开启夜景模式就有纯净的画面 在大光比的夜景下 开启超级夜景后 高光压制也很不错 画面依旧纯净清晰 还非常贴心的加入了提词器功能 让视频创作更加方便了一些 虽然VoS12 Pro的强项在影像方面 但它的性能也并不差 搭载联发科今年的旗舰 天际1200 6nm制程工艺 CPU最高主频 3GHz 性能表现算是非常不错 并且我也进行了帧率测试 开启性能模式后 同时开启和平精英的90帧高清模式 15分钟下来平均帧数85.2 帧率波动54.5 游戏过程中虽然会出现掉帧的情况 但基本上都在60帧以上 视觉上的卡堆效果并不明显 最高画质的原神 平均帧数40.9 帧率波动44.4 游戏机能到5分钟后 会开始出现掉帧的情况 掉帧到40帧 整个曲线也相对更平滑一些 如果想要更好的流畅度表现 建议开启中等画质 而且VoS12 Pro 还支持王者荣耀90帧模式 一局下来基本能保持在90帧左右 视觉效果和操作都有明显的提升 平时的游戏过程中通知 虽然很影响体验 但有些信息又很重要 而VoS12 Pro全新的游戏磨合 就可以兼顾两者 在游戏的时候 通过侧边栏把手的颜色变化 和呼吸效果进行轻微的提醒 而且不会错过重要的信息 虽然VoS12 Pro的机身很轻薄 但依然内置了一块 43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 支持44瓦的闪充 在皇家评测三小时 续航模型的测试下 累计耗电42% 正常用个一天是没问题的 在充电速度上 半小时能充到68% 充满需要51分钟 虽然充电功率并没有提升 但是这个速度也并不会拖后腿 全新的光智变3.0 轻薄的机身设计 VoS12 Pro这次在视觉上 依然没有让人失望 并且在看家本领的人像拍摄上 也加入了新的玩法和功能 而除了这些设计 影像上的提升之外 VoS12 Pro的性能 也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天机1200的搭载 让它的各方面表现 都没有特别短板的存在 如果你喜欢S7的拍照 但又不想对性能体验妥协 那么VoS12 Pro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黄奖米色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哦 我是依凡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